Cony 問了另一隻 他想投入1211比亞迪 然後你又去選擇一些強勢股 當然1211你見到它升很多 會回落 但其實如果你看到事實上 汽車版塊上面 造車的新勢力在美股上市那堆 短線壓力還是更加之大 因為其實你說車股上面 我想近期關於電動車唯一一個問題 可能是市場關於安全問題 很多說不是版本比亞迪 整個行業 有不同Tesla 在內地的汽車上 都的確在安全上出現的問題 但其實你見到股票市場上 暫時都不是太關心的 盈利能力上 比亞迪的業績仍然會比較穩定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 你覺得車股升得很厲害去投入的話 我寧願你去追投入那些吉利、長期那些 都未必選比亞迪 為什麼你要選一隻行業最好的 純粹因為你的角度上 因為它升得多 所以當它跌的時候 跌的空間比較大 但如果你參考上幾次的跌市經驗上面 你選一些盈利能力沒有那麼穩定 那些股份來去投入 我相信實際的作用比較好 所以你說如果做車身事業當中 營利能力比較差的 或者成本上比較差的就是小胖 如果你說我自己看得最淡的 就是長城吉利那些 所以我覺得 投入比亞迪就 市況向是一樣的 一種同樣道理 你不穿290元 你就試試投入它 但是整個部署策略上面 直播我覺得未必真的特別吸引 但當然如果你投入完之後 明天巴菲特股貨 你就贏了 但這些我們真的猜不到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興趣投入比亞迪 你很有信心 你這方面來說 我想50天20天線的位置 大概293元或者293元 這些位置我就會建議置舍 我就不太主張投入你的股份 即是兩隻你都不太主張投入 即是1211和9988 els平 attack ppppp wpp pppp pp ppp Ppppp